大家好 我是市民族 大家的老朋友 首善來台 這些人就是大陸的首善 蓋了很多政治標記的陳光彪先生 來台灣的花紅包 被批說是高調作秀 其實就不就是做的好事 我來問一下李婉裔小姐 你怎麼看這個事件呢 因為你也15萬 你也感覺很高調 感覺是這樣 我想呢 這個問題問婉裕 是最適合的了 婉裕明天十點整的時候呢 就會去發紅包 做善事 關心遊民朋友 會不會遲到啊 我一定會 錢會不會帶錯啊 而且我這次絕對不會蓋錯章 我想呢 所有的媒體朋友們 明天可以準時十點鐘 像婉裕是真的看到遊民伯伯們 非常的可憐 他們不好過年 所以婉裕看著看著就覺得好小事喔 所以我就決定要幫助遊民伯伯 像我這樣就是真心誠意的行善 但是陳光彪就不一定了 陳光彪他很可能呢 是要用這五億當成是廣告宣傳費 他呢 投了五億做愛心 可能接下來有四十四億要投資在台灣 所以陳光彪 當婉裕想到你背後的真心 我都覺得好小事喔 如果你真的能證明你是大善人的話 方法非常的簡單 只要你未來的這個資源回收公司 如果開在台灣 你就邀請 向婉裕關心的這些遊民伯伯 來做你的員工 給他們一個工作 遊民伯伯們 他們非常適合做資源回收 他們一眼就可以看得出來 鐵罐跟鋁罐有什麼不一樣 如果你真的願意這樣做的話 我才相信你是大善人 非常謝謝 所以我那五面 我其實我這個人喔 我也是不遇人知的 我也算不遇 但是今天陳光彪的事情 讓我一定要站出來講 很多人質疑我紅三金 最後的錢的跡象 我今天再次告訴大家 所剩的結合款項是 1567萬0725元 我全部交由會計師統一處理 最後交給創制基金會 新路基金會 罕見疾病基金會 伊甸基金會 以及中華社會聯合羨慕基金會 我通通交給他們 做五個慈善的東西 不像是你們可以去查 感謝各位 你什麼啦 你什麼啦 我們來請問的 你這樣倒邊紅朝一月 我買兩圓的 才關這一千多萬而已 春的那個是早餐 不用吃便當 我在拜託一下 不用吃朋友 那個車載人 不用賣鼓 大聲鼓不用擦電 不用去營 不不用 不不用 那個衣服不用錢 你就感受不清楚就好了 對不對 你在便當多少錢 賣電池對不對 還是多少錢 對不對 你這塊 我們不要再去跟這些人 這樣一起起舞 不需要 好不好 我們問問孔子 孔老夫子 你借我說兩句話吧 孔老夫子 是的 對 那你覺得啊 只要有做善事的那個行啊 就是很好的 你看捐了一千多萬 你在哭啊 師父 這是雞鳴 我的文章 念你人這麼痛苦嗎 不是啊 師父有這雞鳴幾起啊 您的是 什麼你跟雞在一起 雞鳴幾起 不是 這是雞還沒叫的時候 天還沒亮 我就起床著念書 然後幹活 然後到現在還陪您上這個節目 我好餓啊 你要有言回的精神嘛 一單是一瓢飲啦 居肉式也不覺得怎麼樣 很餓啊 很餓是吧 是啊 雖然說你會為我的師父 可是你這種丟便當 侮辱人的態度 我是餓死都不會吃這便當 就叫不食 接來食 不好意思 難道 我真的剛剛是稍微有點衝動 是吧 那我可不可以拿個便當 說不好意思啊 你慶食 來不及啦 我跟你說 如果我是個有尊嚴 有尊嚴 有尊嚴的人 所以我絕對不會吃 不會吃 不會吃的 你看我每個keyword 我都講三次 表示我的決心 我不會吃 那你餓死好了 我真的好餓 我好想吃 我欠面都已經跟您道歉了 是不是 我的愛徒曾子 曾子 我曾經講過一句話 唯魚 其界也可去 其謝也可食 就是說呢 我已經跟你深切地道歉了 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吃了 如果說你這個時候再不吃的話呢 那就表示你不厚道了 不要 我快沒 過就過去 我快沒了 我快沒了 你快沒了 我快沒了 你稍微看一下 對不對 那我剛剛講了這麼多 你有什麼這個 我了解了師傅 感觸呀 是 您的意思就是說 人家如果要發這個紅包給你 雖然說他被批評說太高調 但是呢 人家他也有解釋說 是他鞠 是別人 不是別人跟他鞠躬 而是他先鞠躬再給別人這紅包 所以我們如果不拿的話 就太不厚道了 是不是師傅 漂亮 謝謝正義子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啦 參考一下 就是說哪個態度很好 我們也是可以接受啦 現在 這就是表示還是要有一點尊嚴 來 我們進個廣告 馬上回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